《反黑路人甲》王浩迅向湯怡表白,两人终有一别 《反黑路人甲》第27集剧透,上回港道,因而,逢迎影式,细伦,王浩迅式,互相要挟,因而中放走细伦,并交出指挥权与司徒信,许家杰式,细伦当中痛呕羞羞高斌,张震朗式, 神爷,姜大卫式,拉拢高斌将细伦拉下马,水者,蔣家文式,希望紫山,倘仪式配合计划,逼细伦放弃当助管,高斌配合神爷,再装无灭细伦偷取神爷的货物,枕妙再缩抚大会上,货物不易而非,高斌因此被逐出四联邦,紫山找细伦问个明白,细伦无奈说为心话相透紫山, 千霞,奈卫灵式,召集众叔父,计划动以罢免细伦 神爷绑走绿秋,朱敏汉式,要求高斌杀掉绿秋来嫁祸桑中,徐荣式高斌知神爷再试探自己,因言答稳 反黑路人甲最新一集绑到,世伦之神爷绑走绿秋,仍把矛头直指桑中 神爷见世伦与桑中水火不容,决定暂留绿秋一命 世伦希望千霞收回罢免自己的动议,并告知其计划 千霞中收回动议,神爷见罢免世伦不成,决定杀掉绿秋,千霞之高斌受尽斧头,主动找他,二人打得火热 高斌跟踪神爷,遇到跟踪荣章,石修式,而致的恩怡,二人交换情报 世伦劝福名例,高海宁式原谅自己,并想他接近荣章 紫山打算往山区移教,世伦赶往机场要挽留他 神爷约高斌,桑中等见面,指世伦假冒长世伦